秋风轻,秋月明,落叶聚海散,寒鸭齐腹精。 相思相见,知何日?此时此夜,难为情。 入我相思门,知我相思苦。 长相思习,长相逸,短相思习,无穷极。 早知如此半人心,何如当初莫相识。 这首词是典型的悲秋之作,关于这首词的作者有两个说法。 第一种说法,根据安琪、李白全集编年注释。 此诗作于唐素宗智德元年,即756年。 前人也有认为此诗是早于李白的郑氏义所作,但反对者多。 第二种是《言语的苍浪诗话》中的诗体一章说道。 有三五七言,自注云。 自三言,而中意七言。 随事正是意有此诗。 秋风清,秋月明,落叶聚海散,寒鸭齐腹精。 相思相见之何日,此时此夜,难为情。 郭孝瑜先生教士远。 浪仓所谓正是意,有三五七言,不知何具。 按诗人遇谢,无秋风清,以下各具。 以从遇谢为事,秋风清云云,见李太白集,当是李作。 清冷的秋风,打乱着秋月的波光凛凛。 落叶被风吹散又聚了。 栖息的寒鸭被突然惊醒。 想念最是折磨人。 尤其是在这样萧条的秋日。 曾经相知相恋,心密无间。 如今,却不知道哪一天才可以见面。 夜凉如秋,夜难度,情字也为难。 无意入了相思门,才知道相思的苦楚。 又是谁登高远眺,摇济思念。 如果当初相见的时候,直到如此千伴,也许会选择不相识吧。 李白的这首《秋风词》,向我们传递出这样一种人生态度。 对于某些人,某些事,即使回忆很美好,但我们早就没有重新来过一遍的勇气。 过去的点点滴滴,就存在叫做过去的夹子里吧。 如今,在秋天的季节,萧条之气顿景,河流辗转,我们各站彼岸,隔着时间呼喊等不来的船。 再回首,亦不过是彷徨,再回望,奈何不了流芳。 人世间,最苦,最甜,皆为相思罢了。 人世间,最苦,最甜,皆为相思罢了。